因為現在鄭文燦開始來受訪了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跟林志堅退選 有提到相關的話題 所以我們昨天決定了以後 就今天早上七點 第一個活動在大溪萬人見走 鄭運鵬立刻上場 其實來到這邊已經是第四個行程了 這個行程也特別來許願 希望我們努力合作 能夠讓桃園能夠接下 進步的棒子 也能夠讓我的責任 之間的願望 都由運鵬來實現 市長想問一下 在昨天宣布退選之後 然後就馬上來轉換角色 市長想問一下 之後你在桃園或新竹 會擔任什麼樣的選角色 昨天在選隊會報告之後 在選隊會的同意之下 那麼我選擇離開選舉這個戰場 為了捍衛我個人的這個清白 進到另一個戰場 但是對於桃園鄉親這段期間 給予之間很大的一個鼓勵跟支持 我想我要化為行動 尤其是在昨天選隊會已經宣布 就是徵召這個鄭運鵬來參選桃園市長 那麼在我來到桃園這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麼運鵬不僅是我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那麼在過程當中更是協助我 給我很大的一個支持 那患難見真情 那此刻運鵬來承擔 這一個責任 大舉承擔 那麼我當然也不會缺席 桃園鐵三角 會持續用正向 然後提出牛肉證件的方式 來贏得桃園市民的一個支持 市長昨天喔 因為蔡英文總統好像有說蠻大的 我先聽她說 好 最近有一個是 你關於你說什麼 你聽不懂這一塊 有些人經理說 為什麼沒有道歉 另外還有包括說 退選人其中的中生稻草 其實在昨天的聲明裡面 第一時間我就表示 因為我個人這個論文的事情 已經讓整個選舉 尤其是桃園的選舉失焦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對手 國民黨在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提出牛肉 也沒有提出政見 那只有用這樣一個負面的選舉 讓整個選舉已經成為一個 焦土的一個選戰 那我覺得站在台灣民主的這個進程 還有桃園未來的發展 那麼我個人的事情 實在為不主導 因此我主動提出 我移開這個戰場 進到下一個戰場 來捍衛自己的人格和清白 那至於其他外界的揣測 我想都是不實的一個揣測 市長昨天蔡總統跟柯建民黨的總召 都有談到就是說 對您這個離去很不捨 那回到家裡之後 家人有沒有什麼給你鼓勵的話 我想不捨 這個點滴 之間點滴在心頭 感謝各界 不過最重要的是期待 大家能夠將這樣的一個不捨 或者是對於這段期間遭受對手抹黑和攻擊 轉換成支持鄭運棚的力量 我由衷期待 其實這場選戰從開始到現在 我們沒有看到這個對手 張善政先生提出任何對於桃園未來的一個願景過話 也沒有看到他在情走基層 只有透過身邊的人不斷的抹黑 甚至於叫囂 選戰就好像球賽一樣 那因為我是先發的這個投手 受了傷 在這個教練團的一個指揮之下 先行下場 但是我們有王牌的這個中繼投手 運棚上場 那很快的我相信 能夠在這個賽局當中拿下這個勝利 而不是像張善政先生 在過程當中只有場外的人在叫囂 然後自己也不打擊 等著這個四壞的保送 我想這個不是桃園市民所樂見的 市長您提到教練團指揮 是不是有人勸退嗎 我其實在昨天或者是剛剛都說明的很清楚 這一個退選的決定 是因為我看到這整個選戰 不論境內境外 都進入了這個擂台裡面 那試圖用我的論文的這個事情 然後讓整個選戰施交 那我覺得我個人視角 但是不可以影響到台灣民主的這個深化 和進步 那也不可以影響到桃園 過去鄭文燦市長 八年來做得這麼好 那可是張善政來到桃園 已經兩個多月的時間 沒有牛肉沒有政見 國民黨只有鋪天蓋地的抹黑跟攻擊 那已經讓整個桃園的選戰 直交 並且我覺得讓桃園市民期待的願景 和政見都無法被看見 所以因此我主動提出這樣的想法 也非常謝謝選對會的一個成全 那我們說什麽會問是林成總委的這一塊 其實昨天有一個聲音說 因為其實你過去對菡視間 長相關的論文是土到底的 那在錄中文將會提議說 ㄟ你現在是換來換上場 但過去因為挺他的這一塊土到底 你問質疑說好像是有點 檢公私複分 黑白複分這一塊 你怎麽看這裏相關的運作 今天來到名倫三聖宮 首先要感謝檢察局 posed 主委跟團隊長期不只是照顧我們的信眾大德 然後也關心著桃園市政的發展 那桃園市政的發展我們一向是這幾年 外來人口移入最多 而且最套客有禮的城市 那我們看到說我的大學長張山正院長來到桃園參選之後 其實那一段過程也是很有爭議的 但是在鄭文燦的帶領之下 其實我們都歡迎各方在選舉上面 那大家理性選舉 大家正面選舉 像早上第一站 那我們跟市長到大溪的萬人見走 那鄭文燦市長看到張山正院長在台下 他也是很客氣的邀請他一同上台來鳴槍起跑 這就是桃園好客有禮貌的地方 那鄭文燦市長跟我們 其實對於所有的國民黨的參選人 我們一向都是用正面來看待 那譬如說在國民黨要提名張山正院長的時候 那我也說他是桃園值得國民黨派最強的人雄 因為民進黨在這邊也很好的成績 只是朱立倫主席他在提名的手段上面有一點輸入 那在過去台北市也有議員要來桃園服務挑戰國民黨的提名 我也認為說桃園沒有外來跟在地的問題 所以其實對於整個選舉 我們都是正面來競爭 我們並沒有口出惡言 那現在我從張山正院大學長他的參選以來 我看他沒有講過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可以說是媽媽料理的百搭神器 把底下喇喇再來吃 為什麼 因為這底下你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鮑魚 是真的可以存在的 現在呢 上快點購來訂購 馬上就可以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五星口感的總統級高級享受 好 好